內地北方早前遭遇特大暴雨 造成洪水災害 各地政府都全力出動救災 近有人民公佈因公殉職 倒在救災的第一線 8月3日 吉林省舒蘭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樂玉棟 在港府開源鎮青松林牆路上突然遇山紅 因公犧牲年僅50歲 新鮮藍色T恤 暴力匆匆 這段拍攝在舒蘭市政府樓梯位置的閉路電視畫面 只有短短幾秒 記錄了樂玉棟和水利專家魏豐 政府工作人員張疾超賓赴抗紅一線的身影 這也是樂玉棟和魏豐 張疾超生前最後的畫面 這一路上他都在打電話 沒經過一處地方都會問當地情況怎麼樣 有沒有被困人員 人員撤離怎麼樣 包括我身後坐了兩位 也在討論險情怎麼擺查 告訴地方怎麼處理 在巡查途中 樂玉棟一直心繫災聞 以聞為先 不斷用微信向鎮上的官員發訊語音消息 指導抗紅工作 這也是樂玉棟身前留下的最後一段錄音片段 在樂玉棟的辦公桌上打開的筆記簿 寫滿了舒蘭市各地受災的情況 需要轉移的民眾人數 還清晰地寫著 需要轉移雙河村幾個團 防新村一團等等 樂玉棟身前常說的一句話是 只要真心真意為老百姓考慮 老百姓才會信任我們 支持我們 工作才可以順利開展 圍觀一任 祖福一放 無愧於人民 8月9日 吉林省委常委會議決定 給予樂玉棟追忌個人一等功 找來新村的一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